來看看這個畫面 為了做生意店家真的是拼了 這個地點在桃園市盧竹區的大竹路 最近的人行道在鋪水泥 但水泥還沒有乾 店家可是想盡辦法要繼續做生意的 一家飲料店拿著鐵桿勾著飲料 越過了未乾的水泥跟顧客來交易 過程就像馬路版的天才小吊手 拎著鐵桿掛上飲料店家就像天才小吊手一樣 把冰涼飲料遞給客人 桃園爐竹修馬路附近店家幾乎都這麼做生意 那你們昨天有沒有拿那個釣魚乾 有啊 不然怎麼做 還是要營業啊 那挺的時間太長了 其實第二代放錢 第一代拿粥 馬路要修生意要做 店家把照片PO上網 還留言說姐釣的不是魚 釣的是新 立刻有網友回應 釣魚釣到什麼魚 釣下去就真的成人行道 當然也有人抱怨修路都修了大半年 更有很實在的網友問下班是要怎麼出店門 答案出爐飲料店下班就找隔壁機車行老闆 借用小貨車的升降板來當店角石 桃園爐竹大竹路的人行道從去年10月開始施工 大半年的時間都在施工 苦中作樂的店家還是會有抱怨 公共建設做配套 說是也要給 不然真的是一拖半年有沒有 不是很OK啦 那這樣手舉 昨天大概舉了幾十次 就還好啦 蠻酸的喔 好 手很酸 但老闆娘就是不肯說 大竹路附近店家只希望政府下次做工程 要多顧慮一下店家開門也是要做生意的 記者王小華同學報導